接下来呢我们学习一下可选参数和默认参数 那TypeScript里面呢 它是每个函数的参数都是必须的 也就是说传递给一个函数的参数个数 必须与它的函数希望的个数是一致的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叫BuildName 然后它支持一个ForceName 是一个String 还有一个LastName 也是一个String 然后这个函数呢返回一个String 函数实现非常简单 那就是Return 我们就叫FirstName 去拼接一个空格在拼接上 这两次Name 然后我们来看几种函数的调用 比如说第一个 然后我们调用BuildName 传递一个参数 传递一个参数它会报错 它说这个函数是希望两个参数 那这就是参数过少的情况 那还有一种就是参数过多的情况 那我们给它传入三个 这种也是不对的 就是参数过多 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只传递两个奏串 这样是OK的 因为我们传递的就掉了函数参数个数呢 和我们定义的函数参数个数是一样的 那在JavaScript里面呢 实际上每个参数都是可选的 你可传可不传 当你不传参数的时候呢 它就是Untifined 所以在TypeScript里面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使用一个问号 这个符号实现一个可选参数的功能 比如说我们稍微对这个例子修改 我们要这个LastName可选的 我们只需要在这前面加一个问号 这样的话你的LastName 就第二个参数是可以不传 这样的话我们第一个传一个参数 这种就对了 那这样的话我们小小的修改逻辑 因为它有可能不传LastName 如果有LastName的话 它们俩就做平均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所以else呢就直接retel这个FirstName 这就是让我们第二个参数变得可选 那么可选参数呢 是必须要跟在这个必须参数的后面 而不能跟在前面 跟在前面是不对的 比如说这样的话 就会有问题的 所以不能跟在前面 但如果我们想要这个FalseName是可选的话 就必须调整这个位置 把这个FalseName定在后面 那在TypeScreen里面 我们也可以为参数提供一个默认值 也就是说当用参数的时候 参数的时候呢 它会得到一个默认值 那我们比如说在这个例子 我们给这个LastName去设计 这样一个默认的一个处存和参数 我们叫默认值 这个叫默认处存和参数 我们给它一个叫Smith 那我们这个代码就要再调回来 这样的话我们实际上 始终会有LastName 即使不出来的话 LastName就会是这个默认值 好这样的话 我们第一个就返回这个BobSmith 那实际上你去显示的给第二个 参数传为Undefined 也是同样返回这个BobSmith 那与普通这个可选参数不同的是呢 代默认值这个参数的实际上是 不需要放在这个必须参数后面 如果说就是代默认值的参数 出现在这个必须参数鞋面 用户必须明确地传递这个Undefined值 来获得这个默认值 然后我们最后一次重选这个例子 我们讲这个FalseName会有一个默认材数 比如说它 然后LastName我们必须要传 好这样的话 我们如果说只传这个Bob 它会报错 因为你的Bob实际上你替换的是这个FalseName 然后这样这个LastName你没有传 这个参数个数还是不对的 这样的话还是会报错 是因为你的参数过多 还是不会报错 这个是OK的 这个OK的实际上就返回这个Bob Adams 他们是相当于我们每个参数计划它各自的这个参数 还有一种呢就是我想用这个FalseName怎么办呢 我只要给它显示的传入一个Undefined就好了 就是这样 我们给它传入一个Undefined 然后再传入这个Adams 这样的话它就是返回这个WillAdams 你显示给它传入一个Undefined 它就会使用我们这个默认的参数 下面我们再说一下这个剩余参数 就是我们的这个必要参数默认参数和这个可选参数 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它们表示某一个参数 有的时候呢我们想要操作多个参数 或者你不知道会有多少参数传进来的时候 在加Square里面我们通常会有Arguments这个关键字 来访问所有传入参数 那在TypeSquare里面呢我们就不需要使用这个Arguments 我们可以把它这些参数都收集到一个B案里面 那同样是这个例子 我们把后面就是前面我们这个FalseName呢 我们是一个Stream 那后面这些我们可能传入多个字幕刷 我们都收集到一个变量里面 我们叫RestOfName 它是一个Stream数据 就是用这个三个点这样的一个语法 把它就收集到一个我们叫剩余参数 它是会被当作一个个数不限的一个可选参数 它可以是一个都没有 也可以是任一个 就是通过这个三个点这样一个省略号这样的语法 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RestOfName它实际上是一个字幕刷数据 可以看到这里我们就都不报错了 它可以是任意数量了 它可以没有 也可以是多个 都是可以的 当然这个省略号也可以在 带有剩余参数的函数定义的产品使用到 那比如说我们定义这样的函数 然后我们再 再生明一个这个变量 这个变量叫Build name fn 它的函数类型呢 就是 fname firstname 这个Stream 然后它可以定义这样的一个函数类型 Stream数据 然后Stream 这是一个函数类型 然后把我们的Build name复制给它 这样也是可以的 那实际上这个剩余参数 是一个比较好用的一个语法堂 那我们在之后去讲实战的时候 大家也会使用到这样的一个语法堂 好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函数的可选参数 默认参数 包括剩余参数的一个讲解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学习一个函数比较重要的概念 List 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